我們看0012 它這個拋線 拋線來說 有一個物體 自地面斜向拋出著地的軌跡方程 是這個 它要求出速 還有拋射角 射程 跟最大高度 我把它畫成標準式 把這個移過去 除以4 所以得到Y是等於多少呢 4分之乎1 X頻繞 再加X 把這個移過去 再除以4 就得到這個 首先 我可以算什麼呢 算最大高度 這是個二字函數 它最大高度多少呢 最大的高度是等於 4A分是4Ac 4A 這加0 4A 4分之1 4Ac是0 減掉1頻繞 這是1 比如說最大高度是1 好 再我們看來這個射程 隨便射程 我就把這兩點的座標找出來 就 例外等於0 0 等於4分之乎1 X0 加X 它有兩個解 X 乎4分之1加1 4分之1加1 R A等於0 所以其他兩個解 一個解是S1 等於0 S1等於0 就是這個位置 另外這個解 在這裡 S2 等於多少 等於4 這等於0 那如果帶4的話 加起來等於1 所以又等於4 所以它的射程 R 就等於S2-S1 所以是4公尺 這1 這是4 好 再我們看拋射角 拋射角 我就求這一點的切線協力 切線協力 就等於tendency 這協力等於多少呢 就是Y 對X的微分 在X等於0 在X等於0 那裡取值 好 我對X微分的話 2掉下來了 2分是-1 X 加1 然後 X給它帶0 所以這個是等於1 這等於tendency 所以拋射角 切帶0 等於45度 所以拋射角 好 切帶0 等於45度 好 這45度 好 現在 現在要求什麼 求這個初速 那初速怎麼辦 我們知道那個 那個拋體運動 地表運動的最大高度 可以多少 有個公式 有個公式 這最大高度 h 不是等於2g分之 v0平方sine cd0的平方 好 現在呢 cd0是45度 所以這是2分之1 跟它2分之1的平方 這2分之1 v0平方 它除以2g 所以是4g分之v0平方 它就等於1 所以就知道v0平方等於4g 它開根號 開根號的話 這個g帶10 所以v0就等於2 kd0平方 所以這次等於2kd0平方 kd0平方 空詞 公子